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看一下那个当然了我们的国宝级的史丹利的那个叫找出来 结果一看 哎哟史丹利先生他这个在这个YouTube上面 这个讲了很多场都录下来的时候 从最原始的到近期的都有 然后我就看了这个五年前吧五六年前的 他在那个富豪文教会馆的那一场 哇我就觉得人真的不能比较 五六年前我看他第一次上台分享的那个时候 跟他原来当开始接触到超码来找我的那个时候的面相 当来来找我这时候来的那个面相 叫做吓死人 是不是啊 尤其我特别记得他来找我一对一咨询来到我的房间来一对咨询的时候 我看了就觉得那个那个那个办公桌的后面是墙 我没办法退后面两步你知道 没有办法都会退后面两步 他那时候也很激动 我越坐越前面 我后面很激动 用他那时的面相跟那一场五年多前的富豪文教会馆的那一场的 他自己来上台这样的那时候的样子相比的时候 那时候看那一场他在讲他自己的见证的时候 你会觉得已经变化很大了 是不是觉得真的有进步 是不是但是你再看那一场 然后再来看最近的他来讲他自己的这些故事的面相又改了 是不是说的务实一点 五年多前的那个时候上台那个面相 其实照着讲也是不OK的 只是跟那个更差的比是觉得进步一点 但是那时候我看他那个两个眼睛好像都要凸出来 都好像在讲那讲说 那个眼睛要凸出来要吃人的感觉 赶紧间不知道去哪里来 这边还是去对面这样子 但是我现在看到他 我就觉得很欣慰 是不是 你现在看到他有种慈祥安逸的感觉 所以后来我才知道 后来我今天听了一下我才知道 哦原来他那个时候逼不得已 他夫妻两个人都去弄离婚了 怕那个债主来追债 都已经弄了各奔东西了 是的 他说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台中了 所以你看人生没弄好就真的 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遇到了超马 六年后的今天 这个他心中当然有所感觉了 原先的这种寄予家庭 然后到今天 功臣名就啊 是不是 看他打个领带人模人样的 是的 是的 哈哈哈哈